压得很痛啊,你不要哭出来啊 哇,真的有痛 我很喜欢台湾的食物 我很喜欢麻辣火锅拉味的东西 这样是我XX的问题 几乎是每一天的样子 大家好 您知道吗? 我们的频道已经破60万订阅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美国帅哥 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 Hello 大家好 都是这样说的 是,是,是的 我是小贝 我来自美国 我目前住在江华 我也开始对于重要有一些兴趣 所以我当然很开心 能够跟胡医生想起这个节目 还有恭喜你 600K订阅者 真的很强 比我红 你多少? 我有50万 很快就会跟我们一样 600K了 我希望呢 我的观众们 你也可以上小贝的频道看看 他最近也拍了好几个 中医有关的影片哦 而且他非常难得的就是 愿意这么年轻的人 来做一些中医的节目 太棒了 我还是要给他再拍一只手 谢谢 我最近有体验过刮痧 嗯 那你刮痧的经验呢 有一点严重吧 你看,这个才是比你还要红 比我还红 这个超级痛 大部分刮痧都是刮在这个叫做膀胱筋 以及这个小肠筋 大部分刮的都是刮出这样子的线 以及这样子的线 那你这个呢 是整个的一整个面都刮 对 全部是刮了 你很有感的 小贝啊 你们在美国的话感冒 假如你们都感冒了的话 你们怎么办 对 其实在美国 我们的想法都是 做成一个男子汗 如果严重一点 可能妈妈会给你一些汤 或是一个牛橙汁 喝牛橙汁就是 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冰的牛橙汁 就可以帮我们健康一点 牛橙汁喝了的话是很好 但是冰的我实在是不太了解 为什么有冰的 你讲这个diarrhea 就卸肚子 你们怎么办 我们就 烙塞 就烙塞 对你怎么办 那我们 我们在古书里头有记载 他说假如说你现在烙塞的话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 喝一碗冷的稀饭 喝一碗冷的稀饭 那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台湾的食物 我很喜欢麻辣火锅 拉味的东西 这样子我烙塞的问题 几乎是每一天的样子 我会 不是那么多 但是常常遇到 我们下一次就会试试看这个 试试看冷稀粥 冷稀粥 冷稀粥 先下来 然后好好的喝 给你一个简单的穴道 这个叫做尺则穴 试试看吗 好 试试看 你这边好比较喜欢痛的地方 比较容易痛的地方 是左边还是右边 应该是右边吧 右边好 好在右边的话我就在你右边的一个穴道按一按 把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 在手肘的横纹 横纹在大拇指这条线上这个位置 压得很痛哦 你不要哭出来哦 哇 真的有痛 真的很痛 痛的时候 来动一动你的这个颈簸 有没有 这里就轻松了 动一动看 有 有 不但这里轻松 而且这里呢 假如说你能够这样耸一耸的话 会更好更舒服 来耸一耸看 像这样子 诶对 很轻松了哦 好 右边就管右边 左边就管左边 左边都是一样的 左边管左边 右边管右边 就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眼睛的周围 有几个穴 眼睛周围啊 在这个 在上面这里啊 眉毛 在眼睛的正中上面 十二点的地方 OK 这里有个穴呢 叫做余腰穴 正六点中 这里有个穴叫做成气穴 三点九点这个地方 有一个穴叫做 铜子料 里头这里有一个叫金鸣 你都可以这样子按一按 这样子按 就按这 刚好正四个穴道 然后再加上眉头有个穴叫斩竹穴 对 你可以在这几个穴这样子按一按 就可以改善了 这边 对对 是的 你很聪明啊 OK 好 就在这几个地方按一按 你就可以立刻改善你的眼睛 你知道吗 这个耳朵光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有没有点像一个 baby 在这个母亲的 在这个母亲的 里面 有点像 这底下是头上面是屁股 有点对 有点像啊 好所以呢 所有的病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耳朵这边 所以呢 所以呢 有的人就说 哎 在 常常这样子随便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压按 都能够帮助它把这个身体调整好 我们来看这个是耳轮 耳轮角一直延续到耳轮的边缘这个位置 这就是尖 你可以在这个尖这个地方轻轻这样压 就会很疼很痛 那么你只要压到很痛的时候 这样子压到的时候呢 来这里这样子动动看 然后各个角度动 你就会发现到改善了 要是拿小背的耳朵来给大家看的话 是在这一个叫对耳轮它的下方这里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穴就叫做腰或者叫做做骨神经 而我用这个探针的碰到的时候 它也会非常的疼痛 轻轻按到都疼痛的不得了 真的假的 煮的 是真的啊 真的非常非常痛 你看啊 轻轻压下去就痛到 就比刚才所有的穴道都痛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中医是讲以痛为书 就是说只要是痛那一定是有病 好 那么我来试试给你在这个 在你的耳朵上面啊 贴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穴珠 我直接给你贴在刚才我找到的地方 然后呢 在那个有一个有一个印子 我在这里这样子贴上去 贴了以后啊 贴都是不会痛 但是轻轻压会很痛 压到痛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腰就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就好了 我就开始爱上你讲 知道就是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饮料 但是因为我在喝那么多 我想知道米浆里面有任何成分 都是酸重要的一种成分 没错 米浆里头有几个成分啊 例如米它就是重要 OK 在古书里头都有记载 糙米也是重要 你知道花生也是重要 都是 都是的 芝麻呢 芝麻也是 但是 这个肉是重要的饮料 对 芝麻很好 米浆真的很好啊 吃了以后呢 就会觉得 这个肠胃里面就觉得蛮舒服的 因为是温热喝吃的 可是呢 因为它里头啊 这个花生啊 跟糙米啊 是比较不好消化的 所以 最好是热的喝 了解 像说一冷喝呢 可能有点问题 像说你觉得米浆太甜的话 你会怎么办 其实 我最喜欢的米浆是那个 加一点烫而已 甜的东西吃多了的时候呢 你知道那个 胃酸会增多 那会造成那种 胃酸 就是 gastric acid 这个胃酸会多 而且有的时候 会reflux出来 那是很痛苦啊 所以呢 就用的比较 不那么甜 是比较安全 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你也不会变得超胖 因为我那个时候 一直喝 一直 但是你这样子喝呢 你会觉得很快乐 我跟你讲 我的slogan就是 我喝一杯 杯子 喝一杯 快乐一杯 快乐一杯 一杯 那个杯 杯 我这就是这个杯子 快乐一杯 对 太好了 米浆碗碎 就是因为你喝米浆 你就会 觉得幸福快乐 对 像是你喝一杯米浆 你可以一杯子快乐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 非常的 就是 充满活力 充满元气 对不对 好 对了 你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 在台湾 很多人都喜欢用米 来煮粥 对不对 对 煮了粥的时候 他喜欢煮成 这个比较 只要取那个粥的上面 那一点点水 来喝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 都喜欢把上面的 那个米汤呢 舀一碗出来 给我们喝 原来这个东西在中医谷的时候 叫做米油 米油 米油 粥就变成是米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些 这个粥呢 我们把它温热的 给你试试看 你看这像牛奶 但它是粥 让你的胃肠 肠胃的毛病 可以改善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就是 有的人说 假如我有糖尿病 能不能喝 你知道吗 糖尿病的人喝这个 它糖分不会增高 我自己觉得 加一些米浆进去这个 哦 好吧 你想到了 我这里就有米浆 然后呢 你那边还有什么 我这里还有我喝的水 聪明啊 加点米浆进去 哦 那个米浆很好 嗯 哇 煎好 这个是我的菜 是他的菜 因为这个口感 就会留在你的口那边一下子 所以加上那个花生味 那个就会这样的 噗 那个味道都会在那边 慢慢的下去 哇真好 而且呢 你知道这个浓米粥 古人呢 他把它叫做 人生汤 就跟人生的味道 就是跟人生一样的作用 所以呢 他代替人生汤 因此呢 人吃了以后 马上精神加倍 马上有很好的元气 这个很好 啊 原来我们没有想到 把粥加上米浆 你今天发明了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们可以开始在Seven买好不好 OK 那就怎么办吧 我们新的企业 可以 好了 那小贝今天觉得 胡医师 帮你这样子弄 喜欢吗 感觉如何 很喜欢 很喜欢 我们西方人 大部分的西方人 他们看着 重要的那个概念 就是这个是一个 迷信 一个很奇怪的医疗方式 他们不太懂得 这个其实 有用科学去研究 这个其实真的有用 我之前都是学到的一些重要 都是草药的 我还没学到的这些 那个 Pressure Point 还有那些 但是我有听说过 还有它今天用了 我其实可以感觉到一点 一些差别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抢究做哪个 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 腰 腿 什么的 什么的 而另外一个是 有草药 有 Pressure Point 那个叫什么 叫做那个 Magnetic B 对 它就是暗的地方 也有一些食物 还有我们当然吃东西 要吃得健康 还有 重要就是 有一个很好的一些 方法 可以让你身体健康 还有 帮你知道你该吃什么之类的 是 好 非常谢谢 真的 今天学到了很多 给我们很棒的comment 对 我慢慢地在吸收 今天所有的一切 但是今天发现 最棒的事情 就是 这个 哇 这个 原来我迷香 都算错 这个叫什么 白什么的 白粥 白粥米酱 万岁 白粥米酱万岁 你看 我喝光了 那我自己 我对于中药的 最大的兴趣就是 我之前对于一些西方的药 过敏 然后我觉得 一直有吃那种的药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那个药有什么 所以我开始觉得 嘿 中药很好 因为都是自然的 都是按照我们的身体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 今天所有的那个 体验 还有 腰草的 腰草的部分 我觉得很有意味 真的健康 就是一个更健康的方式 来得到最健康的样子 好 今天的资讯得的也是非常 兴趣 样非常的多 对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 小贝能够来到我的这个频道 做这个直播 非常谢谢 谢谢小贝 好 我们 敲个掌 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都喜欢吗 假如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按订阅加小铃铛 喜欢小贝的也记得去小贝的频道 加按订阅和加上小铃铛 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 常常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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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